都在爱怀孤难中 剪下你一次 就算很受伤也不深泪光 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事 虽然看不到 却依然不愿意放弃歌唱梦想的 工艺歌手杨玉凡 用他温暖的歌声 为平安夜的拥抱爱 感恩晚会揭开序幕 今年的感恩晚会上 他也将登台演出 还有歌手佳佳 戴爱玲等实力唱将 都将在平安夜丽临新竹市 那我们希望12月24号 邀请很多的歌手 来到我们束缚前的广场 带来曼妙的一个音乐 也藉由这个机会 来感谢我们这个城市里面的 每一位城市英雄 记者会上同时也公布 今年获选为城市英雄的三个人 分别是打火英雄陈俊献 官帝庙主委江文水 与樱花爷爷杨根栋 到时候都会接受师父表扬 并获赠城市英雄奖杯 那这一次的城市英雄有三位 一位是我们消防局里面的这个陈俊献先生 他代表着这个我们消防局这些所有辛苦的打火英雄 因为他们总是别人的这个逃生口是他们救灾的一个路口 可以说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另外呢还有我们官帝庙的江云水主委 长时间致力于将我们官帝庙周边的环境提升 把过去的这个风化区改成现在的一个古迹保存的文化区 对这个城市确实也有很大的一个贡献 那另外最后一位呢 是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杨根栋 樱花的爷爷 那杨根栋先生呢 长时间号召很多很多的热爱 种植樱花的朋友 在我们新竹公园 数十年来如一日照顾我们新竹公园里面的樱花 为了让民众有个别具意义的感恩月 新竹市政府在12月举办一系列的新竹感恩祭活动 希望让民众感受温暖 也回顾过去的一年 以感谢的心情做年度总结 并准备好心情迎接新的一年 凯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